在清朝的童志甲子年间 有一位山东的秀才 他姓周 叫周百顺 周百顺这个人才智敏睿 读书聪明 他在乡试考第1 整个乡试考第1 乡试考第1 他推荐去省试应考 省试是国家的 如果省试考得及格 就叫做中足举人 再由举人再考的试 就叫中足尊试 尊试即是做官 即是考到举人 已经是非常难能可贵 前途非常光明 他考了乡试 考第1 读书聪明 推荐省试应考 经过放榜 知道省试中了举人 甚为兴奋 周百顺 一时兴奋到情不自禁 邀请几位成宗的新朋友 在歌楼上设宴庆祝 在歌楼 即是秦楼楚馆 年轻人是这样的 一有得意忘形 他就很高兴 很高兴 他就要去秦楼楚馆 在歌楼中 慶祝一番 你记得上次讲过 宋朝有个掌切 掌切 有一首词叫听语 跟这首词很吻合 这首词是怎样呢 少年听语歌流上 红竹分罗障 藏年听语客周中 光阔云低 断眼叫西风 而今听语争奴下 殷以声声也 悲欢离合 肿无情 一任佳前 点滴到天明 这首词讲出来 是为什麽呢 少年时听语歌流上 他听语在歌流 一派浪漫的气氛 红竹分罗障在歌流 现在周伯迅就像奖切般 在歌流上红竹分罗障 一派浪漫的 重情与声色 放荡刑鞋的一派气氛 周伯迅和自己的同窗 因为中了举人 现后由暗里 暗里留宿娼妓 即是叫做留宿娼妓 大家知不知是什麽 暗里食言慶祝 还留宿娼妓 重情于淫乐之中 这是周伯迅 一时得意忘形 春风得意忘形 重情于色声犬马 重情于六斤的快乐 人的快乐的定义不同 有些人认为快乐是什麽 六斤有快意的享受就是快乐 所谓六斤是什麽 色欲的享受就是快乐 但知道色欲的享受是一时的快乐 在他得意忘形的时候 刘宿娼妓得意忘形 分寻于欢乐那晚 家中的老父亲在山东 就在那晚发了个梦 这个梦很奇怪 梦里面有神明告诉他 他怎麽说呢 你的儿子中了甲子科举之后 本来在 茂神年 获尽晋士及弟 仕途一帆风顺 高贵显达 可惜 他在省城中了科举之后 宿昌嫖妓犯了邪淫 已经被文昌帝君 削去他一生的福禄 我儿子有犯了这些事吗 文昌帝君削去他的福禄 他嫖妓 是的 虽然邪淫的对象是昌妓 并没有私通妇女 并没有尖污妇女 但由于他读圣言之书 不知洁身自重 品行堕落 对因德有极大的亏损 不过 周元爱 不妨相告 因为你先祖做了很多善事 救了很多人 而我亦受过先祖的恩惠 我现在是一个土地的神灵 我受过你先祖的恩惠 所以我报梦告诉你 这些是你先祖的余任 如果你的儿子能够悔改向善 还有得救 仍然可以福禄 仍然有重新获得的希望 你叫他好自为之 不知了 不见了 周元我又醒了 周白顺满心喜悦 从省城回到自己的家乡 当父亲责问他 在省城所作所为时 周白顺以为可以隐瞒事实 此口否认 没有人知 宿昌嫖妓哪有人知 他不肯承认 但老父责问他 他也不承认 但他心里觉得很奇怪 我这件事 宿昌嫖妓这件事 我没有告诉任何人知 连我的同窗 他也不知 只有我一个人知 为何父亲会知道呢 各位 古艳有云 暗失窥心 神木如殿 人间思雨天闻若雷 为何 你知不知这句话 这是中国人的古语 暗失窥心 在暗失无人知的 密室里面 你做些窥心事 神明的眼 光明如电光 看到一切 人间思雨 如果你在暗失 大家想办法 如何谋害某一个人 剥削某一个人 做某某不好的事 你以为人间思雨 天闻若雷 天上的神灵 听到很大声 你以为是小声就可以 听到很大声 人最隐密深藏 莫过于自己的起心动念 最隐蔽的事是什么 不是你的行为 行为可以做出来的 不隐蔽的 口讲言语 两舌恶口 都可以 可以扬出来的 最隐蔽的事是什么 人最隐蔽的 就是你的起心动念 无论善恶 即使未生成现行 都逃不出宇宙神灵的监察 更何况已经造成事实呢 所以我们太上感应篇里面 卷一 太上有一本书 劝善书 很出名的 叫做太上感应篇 他叫卷一 第一篇就说这句说话 这句说话很重要的 他说是什么呢 天地有思过之神 依人所犯轻重 以夺人算 算尽则死 为什么 原来 他的意思是什么呢 天地有思过之神 是纪录人的行为 如果你犯不断犯罪过 犯得多 减削你的福寿 直接减削到死为止 即是说本来你有享受的 你做些 做些不好的事情 是减削的 你本来有福禄的 你做些不好的事情 是减福禄的 为什么 举头三尺有神灵 你不要以为 偷偷地做了恶事 没有人知道 有天知 地知 鬼神知 所以这件事 周伯淳不知道这件事 这个父亲 见到儿子 不肯悔改 又气愤 又伤心 儿子 你做过的事要承认 你要悔改 我没有做过 无法止 周伯淳的父亲 就告诉他 我在梦中 梦到神明 告诉我 你是这样 这样 还说 你的福禄已经削了 你肯悔改 还能够悔 你不悔改 以后 都是平庸做人 永无翻身之日 周伯淳听了之后 大惊失色 汗流夹背 原来做某一件事 都有神灵知道 他立刻跪在父亲面前 这个父亲是信佛的 跪在父亲面前认错 这个父亲也好 教他怎样 你立刻忏悔 焚香其神忏悔 他虽然信佛 他不是 他有迷信的信佛 立刻跪在神面前 惨悔 祈求改过 并且发誓以后 不再犯 周伯淳是真是 虽然他好识 但他戒除了之后 决心不犯 真是不犯 并且努力行善 果然 在同志 谋神年 巧获进士及弟 从此观路亨通 这个真事记录在 戒淫 緝政集里面 真人真事 我们从这个 个案 得到什麽启示 原来 人 为什麽祭与各有不同 为什麽生在这个世界上 有些人做事 劳劳如意 事事亨通 有些人 样貌很庄严 有些人样貌很丑陋 有些人福德智慧 很殊盛 有些人 很愚蠢 很卑賤 为什麽 全部是他自己一手做出来的 不是神赐给他的 是他自己一手做出来的 这叫做业力 大家要留意 每日的行住在我 在你的身口意 你不断做业 身可以做什麽业 杀道淫 大家研究佛理 不需要一开始研究到好心 大家想想 为什麽 我们每个人的命运不同 佛说业是怎样的 业 原来是由 十恶而生 这个十恶是哪十恶呢 身可以做 杀道淫 杀 有没有杀 大家有没有杀 杀生甚多 根据菩萨经说 间接杀都是杀 直接杀 间接杀 如缘而杀 都是叫做杀 你吃肉就是杀生 日日杀生 还未说你钓鱼 有些人打猎 着皮草 着皮鞋 那些就是间接杀生 杀道 偷道 你看菩萨《戒经》中说 间接 直接 因很微细的因缘而牵涉偷渡 也是在这 顺手牵扬 佔人利益 和人做生意 吃完人的那份 或者 我们时常说 有些人做生意的那些人 有一句 很不忠实的说话 他说 做生意当然是为自己 人不为己 天诛地灭 一定要为己 这句说话害死了很多人 个个都要自私自利 个个都要 希望别人损失 自己得到利益 在很微细的事中 他就是要这样做 好的东西归己 不好的东西归别人 很少说好的东西给别人 不好的东西自己用 很少这样 因为我们在佛堂时常知道 大家的 杀道 道即是贪也 大家的贪心 自私心 很多时 在你的行为表现出来 所谓 见微之注 这些是 自小的教育培养 亦都宿世 带来的一种贪心 申 杀 道 淫 淫 最容易犯淫 有些人说 淫 不要紧 男欢女爱 她又 没有反对 我又没有反对 大家互相都赞成 有什么所谓 我没有逼别人 我的姨太太 没有事 我的girlfriend 不要紧 因为男欢女爱的 她情愿我情愿 就可以了 没有害到别人 嫖妓 嫖妓用钱 是一种 物 钱的交易 我没有伤害到别人 心甘情愿 各自情愿 问题就是 你没有了解 为什么没有了解 无论你有没有受过淫界 五界里面有什么 杀生 偷渡 邪淫 妄语 饮酒 五根本的界 五界 你可以受一界 我受不饮酒界 你便不要喝酒 我受不杀生界 我不杀生 我不钓鱼 我不打猎 他还吃 三静肉 他还吃肉 也可以 受不杀生界 如果不是徹底上来说 是吃肉也可以 因为我没有杀生 当然 如果你想 徹底来说 应该连肉也不吃 那个菩萨界 便不能吃肉 在《菩萨界经》中说 受了菩萨界 一定不能吃众生肉 但普通的五界 都是情有可原 你受界 我受界 受一界 两界 三界 直到五界 我又没有受到 邪淫界 我做邪淫的事有什么所谓 我没有受到这个界 我受到这个界 那些界便说 但你不知道 有些界 是圣界 不是遮界 遮界是什么 喝酒 我喝酒 喝两杯 睡觉 又没有害人 又没有说谎 又没有妄语 我没有因为喝酒 而牵涉很多其他不好的东西 这是遮界 没有罪 一点也没有害到人 我需要病的 需要喝少许酒调调我的身体 我一点也没有害过人 何醉之有 我喝了一瓶 又去睡觉 没有罪之有 这是遮界 但是 淫界是圣界 迷霉至圣 圣界有没有受过这个界 但你一犯了就有损 有损得行 无论你有没有受过 杀也是 我没有受过杀界 我可以杀人 不行 因为是圣界 有损你的自性 有损你的清淨明体 有损你的常治真心 有些人不能犯 虽然是 虽然是说我没有受过 但也不行 是圣界 有些人又说 你说的有没有对吗 孔子也有说 食 食 食 也 食和食是人的本性 人要食物 国下对于 食 子误解了 食 是人的本性 人要食事 食 不是单纯食 育男女的食 这个食字是美好的东西 孔子说美好的东西 个个都喜欢 这是食 不是单纯邪淫 不是单纯男女 有些人 自缘其说 他喜欢的 食 食 食 也 我 什么都可以做 他误解了 所以 邪淫属于圣界 五界之中 属于 四波罗尔 不杀生 不抽道 不邪淫 不妄语 属于四波罗尔 什么是波罗尔 四极恶法 极恶之法 波罗尔 无论国下有否受过戒 或未受过戒 如果误犯他 必定受到恶报 因为他的自性就是罪行 为业报的正恩 并且人认为是罪恶的事 所以大家要留意这件事 所以这件事要小心 很多人认为 无所谓 这些邪淫的事 所以 得到快乐便可以 其实 快乐的定义各自不同 如果 你将快乐的定义 定在六根感官的享受里面 你是大错特错 有些人说 我眼看到美的东西 我开心 耳听到很好的音乐 我开心 我尝尝到最好吃的食物 我很开心 我未闻到很香的香水 我很开心 我身体出入 很舒适 很舒服 我驾驶最靓的车 我住最好的屋 享受最好 这些完全是快乐的 途径 有些人这样说 但大家有否留意到 眼耳鼻舌身 六根 执着外界的短暂的快乐 这些是快乐 眼耳鼻舌身 带来给人这种短暂的快乐 有时带来无限的痛苦 为什么 眼执着色 犯邪淫 邪淫是圣界 削福削寿 带来将来无限的痛苦 有些人因为邪淫而家破人亡 我时常在星期六跟他们讨论了佛法 Sexual misconduct 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contributing to broken homes Ameiko will understand what I am talking about now for this sentence 所以 这方面 大家要注意 《四十二章经》也有说 财色之于人 譬如小宜 贪刀刃之甜蜜 不足一食之味 然有割舌之患 为什么 贪财 为财而不择手段 贪财贪色 就像小孩 喜欢蜜糖 蜜糖在刀锋上 小孩还来一口蜜糖 蜜糖少少的甜蜜 不过是一时之快 结果 有割舌之患 《四十二章经》里有些说得很清楚 还有一句 我想跟大家分享 尤其是 在生活中有很多事要做的人 爱欲之人 由于执具 逆风而行 能必有消瘦之患 这句说话是什么呢 这一类的东西 千万不要沾染 古德有句说话 求命者 恩好色欲 而明必拜 如果有些人 想出名 想成为 或是 某方面成为 很出名的人 我音乐 或是某一样东西 要努力去做 做到我是 世界之名 这是无害的 你喜欢音乐 成为世界知名的音乐家 你是科学科学家 那便有名字 因为某个名字 因为某个事业 有个名字 想为名字 而奋斗 这是好事 但是 恩好色欲 而明必拜 一定 不成功 求利者 求利者 恩好色欲 而必丧利 做生意的人 如果担任于色欲 一定失败 我没有见过 担任色欲的人 是会 生意成功 通常是怎样 并不是 有些人说 很多 很有财力的人 都不知道 经常有色欲的问题 但你将这个恩果 倒转了 通常 那些人在奋斗的时候 聚集精会神 去奋斗他的事业 当他奋斗他的事业 聚精会神 做第二件事 集中这些精神一点 做他的生意 做他的事业 他成功了 他得到很多名利 得到很多财富 他敢言之后 才走入色欲 他不是先走入色欲 当然 所以有些人说 不断拼命 为名为利 当你得到的时候 名利财富 令到你会堕落 就是这样 他有了财富 有了财富 他可以做很多 不应该做的事 例如 色欲 这一类的事 这一类的人 是有了财富 有了名利才做 并不是未有而做 所以 钱多 钱多很多时候做业 当你有钱多的时候 名于地位有的时候 很多仪性要接近你 很多人要讨好你 那你就很容易犯罪 所以 如果你 成名富有 严不懂守着自圣 下一世不担保你能够做人 所以佛陀 有一天 讲经 他说 手上拿着泥 他说 人而可以投胎做人 就像我手上的泥 那么少 人这一世做人 下世做不回人 就像地上泥 那么多 为什么 人容易作业 作了业也懵然不知 大家要留意 我们讲一句很实际的说话 法师 如果我作了业 我怎样 是否等死 我没有了福禄 没有了福禄 那我就很惨了 那我以后怎样呢 很失望 什么都没有 Everything is negative Now I have done something wrong What I am going to do 那怎样呢 佛法 佛陀教你一个 洗脱罪业的方法 人知道沐浴以结身 而不懂得 忏悔以淨心 沐浴以结身怎样 洗涼 洗涼 结淨你的身体 清淨你的身体 但他不知道是 忏悔可以清淨什么 清淨你的心 从忏悔开始 忏悔有两种 一种是忏 一种理忏 什么叫 是忏 什么叫 简单来说 详细又说不了 摩科子观里面有说 忏悔分为是忏 与你忏两类 值礼拜赞叹 诵经所作的 声为是忏 我们观音子拜 药师忏 拜了十五年 没有一个星期 除非很忙 可以说的未停过 十五年拜药师忏 药师忏就是事忏 梁皇忏 慈悲三昧 水忏 大悲忏 这些全部是事忏 什么是理忏 理忏就是观实相之理 而达到灭罪的目的 观实相之理 什么是观实相之理 这些要详细地说 观罪性无生 观一切法空 这就是彻底忏 事相 就是从事里 能够令到你明白你 路途长远一点 直接 顿悟从理忏 理忏是观一切 一切罪上本无生 罪性本无生 我认识在书中说的 我认识 观一切法空 空便可以 你的空和人 直接体验的空不同 他直接体验观一切法空 是什么呢 看到真如之理 就断了他的恶 再作恶 的因 不同的 即是这个人一观 如实地观到理 他将来再作恶的根 斩断了 斩不斩 你看着本诗 观一切罪上空 就明白字 你明白文字 你不要认为 明白般若文字般若 如理实相 并未进入 不要搞错了 我们当然有大悲忏 药师忏 地藏忏 淨土忏 和慈悲良忘补忏 基本上 每个人都犯有错误 你想你的事业如意 你不要一方面要事业如意 一方面 减你的福禄 减你的福 减你的福 减你的福寿 因为 因为 你作的业 是在减的 唯有作善可以 一日无常到方之梦里人 万般带不去 唯有业除身 今天我们有什么启示 你不要紧 做错事 立刻急起直追 因为它在削腹禄 令到污染了你的自性 你一方面修行 一方面污染你的自性 即是 你有一个漏斗 一方面 你放 一方面你修持 你放些宝 在你的宝藏里面 另一方面有个大洞 一路射出来 你怎样修 你每个贪 亲 痴 杀 导 淫 网 都是污染你的自性 你一方面修清淨自性 一方面污染 所以不单只是 杀 导 淫 网 恶口 耳语 发脾气 自私 自利 骂人 全部都是污染你的自性 你一方面修清淨自性 即是 另一方面 你的衣服要清洁 另一方面 你不断放弄髒东西 不如徹底修 不要再弄髒你的衣服 保持一件清洁无瑕 令你这件衣服可以穿着 超脱六对轮回的衣服 这件叫你的静衣 这件静衣能够带你清淨的本体 当你这一世的色身 完结的时候 在静衣里面 这个物质 没有了 静下来的只有清淨一片 这件静衣 是看不到的 这件静衣 就是你的自性 这件静衣 就是六字大文咒里面的 money 稀世其真 你是看不到 感觉不到 但是不断 在清淨 说到这里 下次再继续 没想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